除了在影视领域小有成就外 更在体育、时尚等跨界领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10月15日 长城马拉松在北京巨雄了 穿越古今长城园的主题发布会 正式公布由人气友向江潮出任形象推广大使 这也是江潮继2015年北京田径市井赛形象大使之后 再次跨界推广体育运动 发布会现场 江潮不仅接受了长马形象大使的聘书 更急性走了一段T台秀 帅气的外表与阳光活力的气质 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因为我昨天是赶的最晚一班飞机过来 睡觉的都没怎么睡觉 然后早上一过来就听说要去走秀 就是蛮忐忑的 因为我像平时连走路都不是很会走 南美走红毯也是蛮呆板的 然后刚才就一直走在招来招去 我觉得就蛮奇怪的吧 对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北京报道 向江潮近期大动作不断 除了在影视领域小有成就外 更在体育时尚等跨界领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10月15日 长城马拉松在北京举雄了穿越古今长城园的主题发布会 正式公布由人际友向江潮出任形象推广大使 这也是江潮继2015年北京田津市领赛形象大使之后再次跨界推广体育运动 发布会现场 江潮不仅接受了长马形象大使的聘书 更急性走了一段T台秀 帅气的外表与阳光活力的气质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因为我昨天是赶的最晚一班飞机过来嘛 睡觉的都没怎么睡觉 然后早上一过来就听说要去走秀 就是蛮忐忑的 因为我像平时连走路都不是很会走 南北走红毯也是蛮呆板的 然后刚才就一直守在招来招去 我觉得就蛮奇怪的吧 对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北京报道